誤出地雷爆炸瞬間 士兵們重傷倒地 場面觸目驚心 軍車坦克不一幸免 戰爭中不可少的地雷殺傷力強大 但卻無法有效識別敵我 更別說是區分平民 因此戰地經常有無辜民眾 遭誤炸殘廢 甚至死亡 無辜的孩子又疼又驚恐 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 得要忍受這種痛苦 這個柬埔在北邊的都巴薩村 又稱地雷村 是世上地雷最密集的地區之一 平均每天至少有兩個人 因為誤處地雷而傷亡 柬埔寨內戰結束至今超過四十年 不過當時遺留下來的地雷或衛爆彈 卻足足有將近五百萬枚 即使全副武裝 掃雷工作仍然相當危險 幾乎沒有人願意投入 這些巨大雷有特別的櫃子 在其中央食物 就像蝸蝸 所以這個特殊的雷 就是蝸蝸和蝸蝸 徒手掃雷會要人命 專家把腦筋動到這種巨蝸身上 圓滾滾的可愛巨蝸來自非洲 體型叫過街老鼠大 只要稍加訓練就能成為救人英雄 Isaac已經在學校開始了 他花了他的早期學習的基本規則 TNT代表食物 帶著吊帶 沿著繩子 掃雷鼠在滿有TNT炸藥的土地上來回穿梭 一旦成功辨識 停下腳步 爬一爬 抓一抓 果然挖出了假地雷 訓練人員立刻給獎上 每個蝸蝸都有不同的狀態 只要他們找到爆炸 他們有些訓練的狀態 巨蝸之所以能訓練成掃雷特攻隊 主要是因為他們行動敏捷 嗅覺極佳 只要一聞到火藥味 就能找出深埋地底的地雷 這就是特別食物 花生米 小玉乾 再加玉米 新鮮水果 早了鼠每日糧食 得靠營養師精心調製 大熱天怕他們受傷 出任務前還得不上 綁在路 Isaac在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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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鼠合作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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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雷了 港雷雲出手可就不能大意 每個動作都可以隨時引爆地雷 偵測器確定地雷位置後 掃進地雷開始挖掘 直到完全解除情報 自從2006年非洲巨鼠加入掃雷團隊後 他們成功清除了超過 六百萬平方公尺的雷區 排除地雷超過三千顆 訓練人員發現 鼠科動物的智商其實並不高 但是感知能力極為靈敏 這是他們能在任何惡劣環境 生存的主要原因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知道我們從他們期望 他們知道 如果他們在工作 我們想要 他們會有這個優勢 掃雷鼠的訓練期大約九個月 服役後可以存過八年 飼養成本 一個月需要一百歐元 大約三千五百元新台幣 長期下來 訓練員會跟掃雷鼠合作 還會日久申請 欣欣相惜 這些飼養 他們很英雄 他們救了人生命 我們就像朋友 所以我非常喜歡 這隻飼養 很喜歡 鍾情醫生 每隻掃雷鼠能避免上千次的 誤觸地雷傷人意外 但當他們年老一衰 不再出任務時 掃雷組織會提供人道照顧 直到他們聲明結束 只是精準掃雷雖然有為鼠類天性 但掃編力大功成了不折不扣的救人英雄 這次飼養